天津德云社已经顺利开业 德云社民主剧场也慢慢的走入正轨 天津德云社分社可以说是德云社现如今最大的一个剧场 可容纳近500位观众 而且马志明老先生和杨绍华老先生 亲自到场祝贺天津德云社开业 让郭德纲开心的喝不拢嘴 在开业当天采访时候就有媒体朋友问到 郭德纲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回到天津开设德云社 郭德纲也表示该来的总会来落叶归根 16岁离开天津 现如今已经快50岁了 每次回天津 从迟早点就感觉亲切 以后老了也有可能来天津养老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这个我是天津人 16岁离开天津 我眼瞅着快50了 有句话说落叶归根 就说没那么老吧 但是每次回天津感觉 从迟早点开始就觉得很亲切 所以我也无数次想过这个问题 可能以后老了会在天津养老 确实落叶归根 可能是很多年龄大一点的人 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而且于谦老师和高老板家也都是在天津 三个人一起在天津养老 也可以有个伴儿了 如此说来 天津有可能是郭德纲老师的最后一站 而且郭老师也把最好的留给了天津 除了现如今开业的天津民主剧场外 德云社还在跟其他地区正在接洽 预计还会在南开开一个比民主剧场还要大的剧场 也有可能在天托盖一个三层楼的文化综合体 在西青的话 还要建造一个德云社的影视基地 比如说南开 南开会涉及到广东汇屋 可能会把麒麟巨设法来扫进 例如三宫南开挖屋 三宫南开挖屋 三宫南开挖屋 南开挖屋 南开挖屋全部打动 房贷都不好了 弄一个户比这个还要大的 也可能在天津要盖一个三宫楼的地场的综合体 带上国家菜圆的挖屋 比如说西青区 西青区呢 我们要有一个德云社的一个影视基地在那儿建 看来郭德纲真的是把最好的留给了家乡 不但德云社最大的剧场在天津 就连德云社的影视基地也在天津 这是要把天津打造成德云社的大本营啊 众所周知 郭德纲曾经就在天津有过剧场 但是因为当时的观众搭查比较严重 而且酒蒙子比较多 为什么不干呢 其实挺简单 就是到今天 他还欠我钱没还清 还那个账 十张票得有六张票我对不上号 这是从他们单位领导来说 往下来说只要说一开场 所有服务员往屋里带人 这一次回来可以说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现如今的德云社演员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些演员了 德云社众多班底可以说都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 而且观众搭查 在德云社的其他剧场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从这几天的演出也可以看出 德云社演员们在舞台上跟观众的互动也比较平板 完全可以压得住场 回到天津 开办德云社 相信郭德纲已经策划很久了 回来养老 看来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看到如今的郭德纲真的就如烧饼说的那样 郭德纲的腰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弯了下去 不再是曾经那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 脸上也写满了沧桑 都有了养老的打算 就像赵本山一样推居二线 在老家安心养老 时不时的客串一下 不知道郭德纲也是这样打算的呢 无论怎么样都希望天津德云社可以更好的发展下去 就像郭德纲说的那样 该来的总会来 作为相声之相的天津 能在天津站住脚跟 那德云社的以后发展还用筹吗 天津作为郭德纲的最后一站 不知道是不是郭德纲已经找好了接班人呢 你们觉得会是谁呢